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宝宁昨天在李府过了一夜 真的 郡主啊 太皇太后的病怎么样了 已经痊愈了 来 吃吃那就好 夫人呢 怎么了 吃点东西吧 没胃口 怎么没见东东啊 他人又跑哪儿去了 别提了 这个东东 自从去了膳堂做管事 一天连面也见不着 就这婚事啊 也不知何时才能有个盼头 母亲你看 这不是上次我丢在都城里宅的那对红玛瑙耳坠吗 我的老天爷 宝宁 你可是太有心了 你是怎么找到的 你不会是为了这个专门绕道去了一趟都城里宅吧 娘 我和宝宁昨天在李府过了一夜 真的 这 你们这干什么去了 瞎问什么你 吩咐下去 让厨房啊 多给郡主做一些温补好生养的汤水 哎呀 芊儿啊 那你这趟都城之行 可是大大的有收获 可不吗 我又事先走了 太羞了 太羞了 真是收获不小啊 嗯 我又事先走了 真是收获不小啊 妙容啊 那笔银子是叔父给我周转所用 现在他让我拿那笔银子 去给膳堂购买物资 若这物资迟不到位 叔父追问下来 你和我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当是什么要紧的事呢 有来是救助灾民啊 我记得你手上有几笔周转资金 不行先拿那些阴影集 等我这边挪开手 到时候帮你补上去 恐怕不行 叔父下令 四千金棉花 五千淡米 若是金粮不足 叔父定会问责的 是 我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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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听说只要出些银子 出些工人 就可以把这些搬走 对善唐的那些灾民来说啊 吃上一口热乎的饭 已经很不容易了 每一米只是口感差一些 也不影响食用的 棉花那就更好办了 我们往里头拆些沙子 不仔细翻桥 谁也看不出来 这怎么可以啊 万一要是被发现的话 你不说我不说 谁会发现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